最近看到新闻,大家也知道烏克兰很想要多些F-16战机 暂时到现在只是被提供到6架的F-16 其中已经有一架是聚毁了,令了烏克兰机师身亡 只剩下5架 那5架怎样是可以运用而帮助到澳湖战士呢? 就不是容易,5架太少了 所以烏克兰想要多些,现在西方承诺烏克兰是给超过100架的F-16战机 但是说就还说,承诺应不给你可以不给 美国也习惯的,习惯了开空投支票 很多时候开空投支票之后,接着就说,叫欧洲的盟友 不如你有些旧的F-16不要,你给沃克兰吧,送给他吧 送给他吧,送给他吗?送给他就是,又是等于欧洲 又要割欧洲韭菜,又要欧洲盟友给钱 如果不是送给沃克兰的话,如果你卖给他,又未必收到钱的 那如果你收不到钱,那不如卖给他,买给他,买给他 好了,阿根廷一直都想和美国买多些武器 那最近呢,应该如无以外呢 阿根廷可以成功向丹麦 采购24架,二手的F-16战机 那就是丹麦要换机啦,丹麦要换机,那是旧的 二手的F-16,24架 那就想推出来啦 因为,原来还有人抢过那些二手F-16战机 虽然他们很多都用了二三十年 但是呢,原来呢,就算是丹麦,这个24架呢 它都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些比较新的型号,因为F-16呢,有很多型号的,有C,D,Block 50,52,70,就是很多不同的型号的 那丹麦呢,这24架二手F-16战机呢,还可以用得着的 那就可能还有呢,每一架呢,可能还可以飞多2000至3000小时,都应该可以的,这样 那现在呢,阿根廷就想抢 那就谈了一段时间了 那就终于批了,为什么要批了卖给阿根廷呢 原来美国呢,就不想阿根廷买中国的武器 或者中国的战机 就是说呢,其实中国和阿根廷谈过 中国可能有机会卖战机给阿根廷 但是应该不是最新款的那些,线20那些 线20那些当然不能卖给你啦 是吧,但是 中国是有些专门是出口的,一些战机是可以卖给其他国家的 那就一定不会差得过你二手F-16啦,你二手F-16都二三十年 机灵了,是不是呢 所以这次呢,就丹麦卖这一批24架F-16出来的 就说阿根廷是抢,那叫做抢赢了 那其实跟阿根廷抢的呢 是还有美国的海军 原来美国海军呢,都想补充F-16战机 那为什么呢 大家会,我初初在想 如果美军去打仗才算 比如去中东战争,当年中东战争 那不是用军炸机 F-16去炸,比如炸伊拉克才算 那不是空军和海军合作的吗 空军,很简单,原来是两回事来的 美国空军,如果是派战机去炸 那它就是在附近的美国的空军的基地 在陆上升空 这个大家都想到的正常,是不是呢 那好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有些航空母艦 艾森豪威尔号啊,走到红海啊 那现在就去了维修啦 因为被胡塞武装宣称,炸了他的甲板 炸到有损伤,美国当然不认了 那但是就,现在我们还听到 在地中海,因为耳巴局势紧张 在地中海经常都有美国的艦队 走去示威,或者走去声援 那艾森豪威尔号的维修不行啦 那就派另外一些啦 另外一些军舰去啦 那现在,所以在地中海,还有美国的航空母艦啊 或者巡洋舰呢,就去示威 那好了,那我们在想啦 如果真的的话,你派一些航空母艦去示威 那就是航空母艦上面应该有军机啦 那如果原来呢,如果在航空母艦上面升空 假设它要执行任务 去偵察也好,去轰炸也好 原来在航空母艦升空那些机呢 就不同的喔,那些是属于美国海军的喔,原来 那和呢,在美国的航空母艦上面的战机呢 大部分都是大黄蜂 就是大黄蜂当然是比F-16啦 大黄蜂的战机,还有是旧啦 那那现在大黄蜂战机呢 在航空母艦上面呢,开始陆续退役啦 没退完的,开始退 好了,那美国的海军呢 原来呢,都想要 补充 因为近日呢,比如美国海军呢 就宣称呢,它有48架 48架的老式大黄蜂战机提前退役 那就可以补充到给它呢 就只有12架的超级大黄蜂的战机 那就还欠了36架 那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你说,那做多一点就行了 那正正就是美国的军工产业 做不及 那美国海军就说 我这个48架的大黄蜂提前退役 现在补充得12架,不如另外36架 我向二手F-16买了哦,那行不行呢 那就,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但是 F-16 都要买二手 因为现在你新的F-16不再出了嘛 那买二手的时候,在谁买呢 美国海军是可以卖给你的 但是美国海军呢 原来呢,他的F-16呢 用够了啦 他除了可以卖给美国的海军之外呢 就是空军的F-16 可以卖给海军之外呢 他还要卖给其他盟友的 就是如果他卖给欧洲的盟友呢 还是要半卖半送 就是不可以太贵 就是叫做照顾盟友啦 那现在又多一个国家来抢的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呢 就是希望拿超过100架的F-16战机 那所以 这个途径呢 就很简单的 应该就是美国海军的退役的F-16 或者是美国海军卖了给欧盟国家的一些战机 好像是 这个是丹麦啦 现在丹麦有这个战机可以卖出来 那好了 但是 但是 现在 抢这些二手F-16战机呢 就美国海军加入卖来抢 那骗错呢 乌克兰呢 你说再有没有机会补充到新的战机呢 是有机会 不过是可能又要推迟了 那最近呢 希腊 希腊 希腊空军呢 就是有一些退役的F-16战机 那就是 这一批二手呢 就正正呢 就是 乌克兰呢 想向希腊 是拿的 那这个大概是 又是有 有几十架啦 那就 但是 现在呢 希腊呢 究竟是不是 这个是 运去 把自己运去给乌克兰呢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就美国海军说 都是不好了 你不如给了我先啦 你不要给乌克兰了 那所以就要求 希腊就 这些二手F-16呢 就美国海军就 现在正在抢着 那就是 这个 根据这个美国海军的指挥官 福德姆宗教就说了 在希腊 就是希腊 希腊 透买F-16的努力呢 就暂时都不是肯定得 或者得 那就是 我们已经向这个美国的空军呢 就是接收了三十几架的 退役的F-16战机 那他们剩下的飞行时间呢 就是二千至三千 但是还不够的 不够 那所以现在呢 希望希腊这几十架呢 的F-16战机 都可以给了 美国的海军 那但是 乌克兰的 空军又在那里抢 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就相当混乱 那但是这件事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首先就是 美国那个 军工那个 生产力 其实是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 又要赚钱啦 那要赚钱的时候 那你要製造武器去买啦 那如果製造的话 那我当然是 盡量是製造 新的武器啦 如果是战机 当然是F-35啦 对不对 但是很多国家都抢啦 那F-16如果不做的话呢 那你变成二手就有个市场 那不关事啦 因为美国军工 你买出去的东西 那我就尽量是做F-35 好了 那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F-35 你不是随便卖给人的 那现在就是 说到说呢 连这个美国海军 想補充战机呢 就是说F-35呢 都好像是补充 给不到美国海军啦 美国海军 就是以往一直 只是用到大黄蜂 那现在就算换呢 都是换F-16 那F-16呢 就不再生产的时候呢 就只能向二手那里 去那里买 那但是二手呢 就F-16都分 分几样的 有些很旧的 真的 不是怎么可以飞的呢 那些就没人要啦 那得得的那些呢 就都有人抢啦 那现在 最近就见到 就是阿根廷抢 美国海军抢 乌克兰抢 那就是乌克兰 除了抢这些 这样的二手之外呢 还是继续呢 在 希望美国支援 那美国呢 就会给压力呢 他欧洲盟友就说 喂 你有些什么 再旧一些的F-16 你给乌克兰去 就是 应酬住司啦 应酬住 因为我们答应了 给超过100架的嘛 那现在就是 这个情况就是很乱 所以如果你乌克兰呢 先给了六架 这些首次上的F-16 还有价值 那有国家抢的哦 有阿根廷抢的哦 有美国海军抢的哦 啊 性能比较差的 或者机灵大一点的 然后可能最后才 不断以分配给乌克兰 去到乌克兰那里呢 就是究竟那个基斯 是不是技术不够 都不知道 现在就算第一架呢 就是失事啦 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根本不关基斯事 根本就是那架 去到乌克兰那六架战机 其实都已经是水尾了 可能性能根本都已经是 就是可能 比一般二手的F-16差很远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 就是正如刚才的路写长分析 就是美国 这个是研究第六代战机 德国讲一次 但是中国呢 可能2028年呢 那个是非那个模型呢 就是真正可以做到 一架是非的飞机出来 其实可能是三四年后呢 我们已经做到第六代 那我们也都见到呢 我们是的 我们的殲二十啊 那些那些最先进的战机 现在在南海啊 其实呢 当如果法国有外来的偵察机出现呢 你会见到呢 我们的战机是很快可以升空 呃 叛飞或者是官 监察住他们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反应 相当快 也都证明了我们的 中国的海军呢 空军呢 已经进步得很快 还有呢我们的武器呢 可以说呢 可以说是生产线呢 是做得很快的 不单止是空军的飞机 我们海军的军舰 也都是生产得很快的 现在我们的 那我们的海军的 已经的 已经的 舰队数目呢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那刚刚 上网又看到的新闻 原来柬埔寨呢 刚刚就向 中国呢 买了两架 是一个 灵离一个 空军呢 这就是 还有 米浦文 尽 déjà 刚刚 在今 现在 бу 就是相当多困难 又要赚钱 又要提供给自己的海军空军用 又要给盟友 有些盟友可能有些价钱又不可以太贵 但是当然如果他卖给乌克兰就可以卖得比较高的价钱 但是又未必收到钱 所以很多的考虑 如果是美国军工集团究竟他卖给谁呢 获得最大的利益 都要想不想 都要有时间去想 接着说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说近日的超级的风暴 超级的 这个是被视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强的 在秋季的台风 摩蝶 刚刚正面吹闭完海南 事实上在他登陆之前 都已经预告了 说这是一个超级的台风 很厉害 所以一早已经叫到海南市的市民 你不要出街了 因为实在太危险了 这个风筝太厉害了 但原来不出街都未必代表你没事 截至9月7号下午3点为止 台风这个摩蝶已经造成海南省 整个省是四人死亡 受伤是95人那麽多 这个真的是历史上一个最强的超级台风 它劲成怎样呢 就算是 就算是 昨天 昨天的时候 那些渔风 都还是很厉害的 那个中心 应该是前天 前天 那个中心的风力 原来还是有17级 17级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秒钟60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很厉害的 就是你想一想 一秒钟之前 那件物件呢 还在60米之外 一秒钟之后呢 已经吹到你前面 嗯 60米 就是大概一个 一个泳池直池 就是50米 是不是 那你多加10米 嗯 那就是说 你站在泳池那边 你看着对面 啊 原来一秒钟呢 对面的物件 已经去到你面前了 吹到 那你想想多快 快到 超级快 是快到呢 你是想 走都走不了 就是如果你看到 有些物件在吹向你 向你攻击 襲击的时候 那你怎么走呢 每秒钟 60米 快到这样 快到呢 那风是强到这样 就其实真的很危险 那你下街当然危险了 你下街 现在你在说这么大的风力 你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招牌啊 或者不知什么啊 玻璃啊 贴片啊 钢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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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到周围都是插到你 这个下街最怕 就是打风 最怕 就是最怕 下街是什么事呢 就是 被这些这样的物件 松脱的物件 就是撞到 冲击到 这些是最怕的 所以不要出街了 一族海南散政府 就叫大家不要出街 但是不出街是怎么样呢 昨天真的没事呢 哎 昨天上网看回这些片 真的吓死你 那原来呢 就是 重复这个天甲事件 我记得台风天甲 吹袭珠海的时候 珠海和武门 我很多朋友呢 有些在珠海 或者是珠海靠近中山的一些 两个是市之间的地方 就是中山靠近珠海 或者珠海市本身呢 是很多 比如我的朋友 有些买了一些内地房地产 就去度假了 天甲那些超强台风去完之后呢 原来整屋的玻璃呢 在当风那一边呢 全部吹烂大 就不是落地玻璃 不是大块那些 是普通 小小块的一个窗 一个一个窗 那些玻璃都烂了 就是当风那一边 当然不是四边 那今次呢 海南当风那一边呢 就是北边 就是吹北风 那所以今次北边呢 正如夸张到 拍照片出来呢 拍照呢 拍照呢 灾后呢 有人就坐在一个 屋内的平台 那平台之前呢 是三面玻璃 三面的落地玻璃围住的 大家想一想 三面都是落地玻璃围住 那摩揭过后呢 那摩揭过后呢 三面的玻璃是全部不见了 那看到一个居民呢 坐在一个平台上面呢 就隔壁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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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挺恐怖的 就是他坐在一个平台上 但是三面的玻璃呢 已经全部不见了 那海南呢 海南文昌市是严重的受灾地方 那其中一个地标的餐厅呢 就是设立在海中心 那就好像在海中心 那就好像在海中心 那你设计一下 假设你有一个码头 有一条直路走出去 去到最末端的地方呢 有一间餐厅 是玻璃屋来的 你想一想 秋天的童话 周元發 船头赤的那个餐厅 不是在海边的 你想想 船头赤的那个餐厅 在海边 但是全部玻璃 就是好像是一个半圆形的 就是球体 一个球体的半圆形 球体那样 就是好像太空管那样 尖沙水太空管 但是全部都是玻璃的 晚上亮了灯 如果你和女朋友走出去 吃个dinner 在一个玻璃屋里面吃 是不是很棒呢 原来这个就是海南文昌 是一个地标的餐厅 来的 那么 大件事了 摩蝶来完之后呢 这个 半个球体的 餐厅的玻璃 就全部烂了 吹烂了 所有玻璃 当然里面的东西都是 有海水吹进去 那么你这么强的风 里面的 里面那些 海袋 全部都不知吹到哪里了 基本上 全家餐厅 这个地标餐厅 就没有了 要重新装修过 由零开始 那就是 可以看到 这个摩蝶是强成 最惨的就是 摩蝶 他一直 这次 他离香港 就远一点 但是他去到海南岛之后 那个附近 基本上 海南岛 海口 还有 广东站江 那里 他是很接近陆地的 那么他最强的就是 他登了陆 通常登了陆 就没事了 但是 这个风很有趣 他登了陆之后 因为他很接近陆地 登了陆之后 登了陆之后 没多久呢 又退回来 又在海里 又吸收更加多的 这个海水 吸收更多的力 就是那个风 那风眼呢 就 进了去 内陆之后 很快就出回来 那就变成了 是三次 有些就报道说 四次 三次或者四次 近岸 进了去 又出回来 去回海道 再度加强 那风力 那所以呢 一路他们沿着海岸线 一路掃下去 不断地 出出入入 三四次 每一次呢 每一次呢 出回来 又去回海上面 又可以加强回 那所以呢 就是令到沿海 这个海南的地方 这个是海口啊 那样 还有是广东斩光 那个沿海地方 受到的冲击 是相当之大 那就是 这个风力是十几级 十六七级 十五至十七级 十五至十七级 如果十四 才是十四到十七 十七级左右 整天都有 维持到这样的风力 就很夸张 就算你十四级 十四级的阵风呢 你都在说每一秒钟 是四十二米 四十二米都很快 就是 直池 又泳池直池 五十米 四十二米 就是四十二米 一秒钟就去到你眼前 吹到你眼前 那也是很快 那是十四级 一封公开信 就是说呢 这个今次 摩蝶在文昌市 雍田镇登陆 造成严重灾害 灾害 灾害后发生之后呢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 就作出重要指示 就要求组织力量救灾 进取大努力减少伤亡 那大家都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那有力有效做好防御 台风各项工作 其实已经做好了 一早就跟大家说 这个台风是超级厉害 也看到很多学校 或者很多的住宅 一早就黏了这些胶子 结果我们 但是也没用 实在太厉害了 这个风 虽然各个部门 应急部门 气象 海洋部门 住建部门 农村旅游教育 维健交通 水务公安 电网通讯等等的单位 其实呢 一早就已经部署了 一早就通力合作 去抵御这个强风 但是 都是 只可以把损失减低 但是就不能阻挡这个强风 把大部分沿海的一些楼房的落地玻璃 摧烂了 那都是真的相当夸张 那有个数字大概就说可能是 就是 那个损失都起码都是多少百亿 甚至是千亿 千亿的人民币的这个数字 因为为什么呢 除了是摧烂的玻璃 玻璃不会有千亿的损失 原来摧烂了很多的风力发电设施 那就是海南有很多风力发电设施 基本上是 就是MYSE18X20MW 成功抵御了超强台风魔蝎 这个就没事了 为什么呢 明洋集团是很厉害的 那为什么 那你很多的风电桩 其实明洋都有做的 那为什么这个全世界最大的 反而没事呢 分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飘浮式三个字 什么叫飘浮式 原来呢 这一部这么厉害的风电机 是可以根据台风的方向 进行自然的调整那个方向 就是说它任何时间 它都是可以呢 将那个搞动的风轮 是调整到是面对那个风向的 就是它不会让那些风在侧面去吹 侧面吹就会吹断它 如果它永远都是维持正面 譬如那些风变 那么它又变 风变的话它又变 总之永远它都是迎着风的 迎着风 那些风是吹它的轮 那轮就可以转了 可以转就可以发电 那接着就不会在侧风 就是侧风才会把它吹断 那如果是迎面的 那就可以卸了一些力 那所以这个明洋集团 那个全球最大的飘浮式风机 是证明成功抵御了摩蟹这些这么厉害的超级台风的一个冲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都尽量做多一些这样的飘浮式 那就可以抵御到任何的风都抵御到 就会不会强 有点强都不怕 对吧 任何方向都不怕 因为你可以自动的调整 那希望这样的飘浮式的风机 是陆续有力 那就也是感叹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太厉害,还有为什么近年是特别多的超级台风呢 正正就是环境的污染,就是地球的温度上升 压以来的现象,令到天气就比较变化莫测 就是比较extreme,我们所说的extreme 我们经常说,有时下街要是被太阳晒死,要是被雨打死 要是被风吹的东西扎死,就是有这样的风险 就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变化了,太厉害了 这个也是地球的一个讯息,跟大家说 地球是在发怒,如果你再继续污染地球 地球只会继续发怒,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环保方面 清洁能源方面的发展,其实已经是进步得很快 希望西方国家都可以,不要只是以个人或者国家利益着眼 你看看地球已经被全人类污染了 地球发出的警号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严重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特别是盧社长 想和我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